求生欲望激发的虔诚 作者 福安古观音阁 人在无灾无难时 可以高谈阔论佛法理论 等到了危难时就是考验时了 生老病死苦 是关系到人色深感受的 这时就需要比较纯净的信心 古代有个故事 有个摊子 走路时都用脚在地上挪 站不起来 应该从小得病的 现在来讲叫脚尾缩症 有一天 他挪到水池边 看到里头有一个陶瓷观音 就捡起来 每天供养 这个人文化不高 供养上上香 念观音圣号 因为他是摊子 谁也看不起他 生活孤独 只能每天念观音 过了五年 有次梦见一个老妇和他说 起来起来 摊子说 我怎么能起来 老妇说 可以的 第二天起来 慢慢发现脚能移动 不久居然好了 去隔壁庙里出家了 附近的人看到这个神奇感应 纷纷出钱给他盖庙 把他的翻新了 这就是前诚求观音菩萨 摊子能走路的感应故事 人这个色身本来健康的 不健康都是有业障 观音菩萨拔了这个业障 并救好了 这个摊子不会什么高深佛法 但他求生的欲望激发的前程 使得他和观音菩萨的感通 反而超越了一般的人 使得摊子能走路 能走路后 这个摊子也报佛恩 就出家了 所以佛法是生命体验 观音菩萨救苦 生老病死苦 被火烧的苦 水淹的苦 刀兵苦 坐牢的苦 各种苦 这些真实的苦现前十 如果没有对观音菩萨信心 很难迅速解脱 所以我们不能轻慢念观音圣号 这个简单法门 我先说 对这些练习女生 这些练习女生 练习 平常 练习女生 有什么 这些练习女生